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概念 其实叫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我们刚才呢 学过等差中向 三个数乘等差数列 的时候,中间那一个就叫等差中向 同样的道理 三个数如果乘等比数列的时候呢 中间那一个 最中间的数字 最中间的数字呢 的那一个数字 就那一项 叫做 等比中向 等比数列 三个数乘等比 中间那一项叫等比中向 或者是说 在一个等比数列里面 你任意挑连续的三个 中间那一个也叫做等比中向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等比中向 我们来说明一下 假设ABC 成等比 那这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B呢 就是 等比中向 这个B跟前面的A跟C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既然它是成等比 我们就用等比数列 它的这个性质 或它的定义 后向 除以前向 它就是公比 或者是说 你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 前面的A呢 乘上公比 会等于B B呢 乘上公比 会等于C 反正就 你乘一个公比 就会变成 这个下一个数字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个公比就是B除以A 你也可以用后向 除以前向 这个公比呢 也可以等于C除以B 所以呢 这个B除以A 或者是C除以B 这个都会 它的比值 我们就叫做公比 那因为呢 这个等比数列 它的这个后向 除以前向的比值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才叫等比数列嘛 那这怎么办呢 请看这里 你把它交叉相乘 B乘B B的二次方 会等于A乘上C 等比中向 会有这个结果 它的二次方呢 等于A乘上C 但是请注意 那B到底是多少呢 有人说老师 我知道B等于根号AC 不对 B等于正负根号AC 所以呢 这个等比中向呢 你可以有两种式子 来说明它 好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举一个例子 叫做 2 4 2乘2等于4 4乘2等于8 8乘2等于16 16乘2等于32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 我们来看 其中随便三个 连续的三个 最中间这个叫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的平方 会不会等于前后两格相乘呢 会 那我们再看 随便三个来看 8 16 32 中间这个16也是等比中向 16的平方 有没有等于8乘以32呢 没错 16的平方是256 8乘以32也是256 它是会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等比中向的平方 等于前后两个相乘 或者是说呢 等比中向等于正负根号 前后两个相乘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我建议大家从 可以从这个 b平方等于ac 这个式子来看 也许会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题 第一题 3跟12的等比中向 假设等比中向就是b好了 那我们知道 b的二次方 就会等于前后两个相乘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 b的二次方就等于36 所以b就等于正负6 等比中向有两个答案 正负6 有些同学会觉得奇怪 老师怎么可能会有两个答案 比如说是正6 正6大家都可以知道 3 6 12 那公比是多少呢 公比就是3变成6乘以2 6变成12也乘以2 公比是2 没问题 第二个呢 如果呢 等比中向是负6 那这个答案对吗 3变成负6乘以负2 负6变成12也乘以负2 公比是负2 也没错 它也是等比数列 所以呢 这一题呢 等比中向会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6 一个是负6 这两个答案的差别在于说 一个公比是正的 一个公比是负的 两个答案都对 好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 要填入适当的数字 此数列呢 成为等比数列 后面有注明公比是正数 为什么 如果没有注明这句话的话呢 答案可能就会有两个 有两组答案 那怎么办 请看一下 我们先看任意三个 中间这个呢 它就会等于 根号 因为公比是正的 根号3乘以27 所以就是根号81 所以就是9 好 也就是说呢 它现在的公比呢 是等于3 你就是往后乘以3 乘以3 乘以3 就得到下一项 27乘以3 81 那往前怎么办呢 是多少乘以3会等于3呢 答案就是1 不是0 是1 1乘以3才会变成3 所以这题答案是 13927跟81 好我们来看右边 如果2跟x的等比中向 是8 则x等于多少 我建议大家 用等比中向的平方 等于前后两个数字相乘 所以呢 8864 64等于2x x等于32 答案就是32